前面要收聲明卡 提防填寫完成 每個人都戴著口罩 一個接一個排排隊 一串人籠看不到盡頭 他們都是剛入境台灣 要等著填寫健康聲明卡 因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11號下午宣布 所有入境旅客 都必須要填寫這一張 因應疫情升溫 政府也再度提升旅遊警示 不管是新加坡或者是泰國 其實它的情勢也相當的嚴峻 把它一個旅遊的疫情的 建議的等級 先把它升高 沒有必要 盡量不要搭乘飛機 除了香港 澳門列為三級警示 新加坡 泰國的旅遊疫情警示 也通通提高 建議非必要不要到這些地區 12號的新制也陸續上路 以商務 短期探親等理由 停留在台灣的大陸人士 可以申請以專案延長的方式 停留一次15天 另外持有長期居留證 及探親證的陸配及其子女 也都可以入境 但必須居家自主隔離14天 只不過這話才出口不到6小時 因為社會反應有各方面的意見 再加上現在防疫重了一切 所以我們這個政策有所調整 如果他是未成年 第二個 他大陸沒有親人來照顧他 這個時候他必須專案來提出申請 就怕國際正義跟台灣價值無法平衡 疫情中心補開記者會 在家申請來台誕書 尤其國內疫情累積通報 已經1617名個案 含18例確診 1445名排除 確診病例接觸者共383人 持續居家隔離中 加上還有海外不少確診潛伏期達到42天 也讓所有人嚴正以待不敢輕忽 記者臨終正程序域 從越台北採訪報導